这个月初中国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两份有关广东的特殊区域建设方案 那一份是设立珠海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另外一份就是扩大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范围 那这两个计划呢不但是为澳门和香港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也落实了邓小平说过要在中国大陆再造几个香港的愿望 那恒情位于珠海的南端跟澳门只有一水之隔 不过恒情的面积有106平方公里是澳门的三倍 可以为澳门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还有就业机会 那这项发案呢将恒情和澳门之间规划为一线 恒情跟其他的地区之间呢就归类为二线 有点类似于当年这个深圳特区一线和二线的概念 那这个合作区呢将会专注于科技研发 中医药文旅会展商贸以及现代金融这四大产业的发展 至于前海就是这个前海啊深港合作区的方案呢 则是将前海的面积从原有的15平方公里 扩大8倍到120平方公里 这项方案呢主要是从贸易投资还有金融三大领域对接香港 以推动前海和国际进一步接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而给香港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而前海的这个产业定位啊其实也包括了加快科技发展体制的改革创新 那从管理模式来看 虽然这个恒情还有前海并没有完全照抄香港的模式 但是从开放的程度还有法治程度来说和香港颇为相似 并且对香港地位构成了竞争 那恒情粤澳合作区采取的是双主任制 并且由广东省省长还有澳门特首共同担任 至于前海深港合作区就为止之前以深圳方面主导开发管理的模式 而香港呢就负责提供意见 虽然这个方案的落实 恒情粤澳合作区的这个管理机构 他们昨天就举行了接牌仪式 为恒情和澳门的合作掀开序幕 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接牌仪式 昨天在广东珠海举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到场见证 并为管理机构接牌 澳门特首贺一诚至此时表示 建设恒情粤澳合作区不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 也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建设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 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创举 为澳门长期提供了新的空间 创造了新的机遇 将有利于增进澳门广大居民的名声扶持 中国政府打造恒情粤澳合作区 为澳门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当地各界人士都对澳门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对澳门的机遇区来说 不管在生产标准工艺提升 人才培训都能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跟我身边很多青年的朋友 都感到非常的兴奋以及鼓舞 也深深感受到 国家对澳门青年的古兵对关怀以及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